有的时候人的感受是会有一些影响 再加上近几年来科技发展 发展啊高度啊然后繁忙啊 其实真的我跟大家说 其实有时候很多时候 忧郁症其实已经变成一种文明病了 那因为它其实就是一种 它其实就是一种心理疾病 然后它这个心理疾病是 确实你是用做问卷是可以做出来 但是没做问卷不代表没有忧郁症 它那时候它是一种心理的一个 它的那个想法上可能 有时候它就是会很难 可以得到一个比较好的方式 跟去理解这个东西 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在沟通的时候 你可能会觉得对方不好沟通 对方不好怎样 为什么刚刚一直要强调 不要放情绪这件事情 是因为情绪释放出来的时候 你可能会因为你从小到大感受这些东西 而会有一些偏见出现 它就会变得不理智 你就不能用同理心去看待对方的感受 它可能很痛苦 它可能有病 它可能心里有状况 不要说有病 它可能有状况 但是你没发现到 你只觉得它怎么这么难瞧 在这个情况下 如果没有用同理心去看待对方的话 那你就不能更好地去沟通 也不能更好地去解决问题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